模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生成 这里是指定它的类名 指定每一块 它的这样一个类语或者接口的名称 我们用默认的就行了 看这不就出来了 这个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样的一些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个 当然在这个地方 它还有一个EGB模式 这个是跟EGB相关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用的不多 这是EGB的三大bin Entitybin Sessionbin和MessageDrivenbin 观察整模式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重叠了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观察整模式 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突然想到这个地方 我设计要用到一些什么模式 我们就有一种比较取巧的一个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生成 当然 既然有模式 有我们的生成代码 我们当然也支持反向生成我们的代码 就拿家伙来说 你通过这 Reverse 它就可以反向来生成我们的图 通过我们的代码来反向生成我们的图 你就去找你的代码 然后它会反向给你生成我们的UML的图 一般情况下 我不用 不用这个功能 除非你要去 看一些 看一些它的具体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或者说 在学习UML怎么画的时候 这种功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OK 这就是我们的类图 我说了 刚才那个Homework不够给力 给大家布置一个Homework 用classDiagram画出 Android里面 中 中 Vendor Fone View 的关系 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画出 List Adapter 不叫ListAdapter 直接叫Adapter Dataset 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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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Android里不叫Dataset 叫Adapter Set 我也忘了 AdapterSet 还是AdapterData 它们之间的 之间的 关系 大家下来 把这两个图好好画一下 这两个图画的过程中 你肯定要去读戴 肯定要去读戴 而且这两块内容 其实我都讲过的 都讲过的 这就是我们类图 给留给大家的 Homework 一定要画一下 很多朋友画了才知道 你画出来 第一次画 很有可能都画是错的 所以不画不知道 一画 真奇妙 好 类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最复杂的一张图 我们也学会了 那么下面 再跟大家讲一张图 就是我们的组件图 Component 大家看 组件是软件系统的 一个物理单元数据 物理单元 数据文件 表格 可执行文件 动态链接库 都被定义为组件 所以我们的组件图 用来干嘛 在我们架构设计的时候 我们组件图 往往是用来画 我们到时候实现的 那些资源的关系 哪些是我们的资源 比方说 那个 XML文件 比方说 图片 比方说 动态连接库 静态连接库 还有EXE文件 这些才是我们的资源 所以知道吧 组件图是干这个事情的 是干这个事情 所以它和我们的类的 这个设计 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类更多的 还是在 盯着我们代码这一块 那组件的话 更多是 盯着我们软件结构 这一块 软件结构这一块 比方说 给大家看个例子 看一个demo吧 这有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一个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 正式版排行 现在我们请开pvd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 正式版范围 包括以下三个模块 员工基本信息模块 图片飞行模块 网站管理模块 而员工基本信息里 包括以下七个小模块 员工基本信息模块 员工基本信息模块 点击添加 那么我们首先从网站管理 进行系统演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系统 它有个特点 就是在前台 不是后台 在前台 它只有一个页面 所有的上面的那些功能 全部是以插件的方式 自动加载 主要是让大家看这个系统 我找一下那个地方 比相应的列明 可以 对 它 这里我们点击 在人民事院结构表里 我们可以看到 集合同时 只能从最新的记录 它是删除 说错了 这个系统还不是 系统做多了 有的时候记忆会有问题 反正 就是我曾经做过一个 这样一个系统 不是这个 点错了 我另外找一个 我想想放哪了 是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 整个系统就一个页面 通过插件的方式 大家可以留意 就一个default ASPX页面 这些全部是动态配的 你看点创建工作 或者点工作查询吧 这个视频录得不是很好 你看就进入到 添加工作计划这块 你看上面网址 是不是一直没变 注意观察 这是显示列表 这个网址还是没变 这我就不演示完了 好像只结了这么一点点 反正就是 这是一级栏目 这是二级栏目 这是三级栏目 你点哪个进行操作 包括这下面还有四级栏目 点哪个 哪个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整个页面都是没变的 所以它的设计架构 是通过什么呢 有一个动态的插件仓库 主件仓库 所以别人 以后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是不用管这些界面的 你只需要集中开发这一块 并且给它配置好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头 这个构建仓库 就有单独的这样的一个 单独的这样的一个目录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组件 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当初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在做设计 是不是就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就应该画出它的一个组件图 所以我们就会预想到 它组件是什么呢 有一个比方说 plus plus in library 它下面有n个dl dl 然后我们画出他们的一个关系 这边肯定还有一个管理者 还有管理者 这个我们画出他们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的到时候在实施 发布实施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组件关系 组件关系 这个demo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有些项目做太多了 而且做年代太久了 容易忘 那么 那么同样的 我们既然知道它的一个目的 它的一个作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star email 怎么去实现它 我们一对应看一下 包 接口 这些都没什么好说的 重点看这个组件 下面是个组件实例 这个组件我说了 你就把它想成是什么 是我们的物理资源 什么是物理资源 我们做able里头那些 就是做物理资源 我们的android的resource里面 就是物理资源 我们的manifest的examile文件 就是物理资源 这个大家记住 还有工件 工件是组件的 你可以 一个特殊情况 还有就是port 又是端口 跟我们前面学的是一样的 组件关联的时候 连接端口用的 part 组件的其中的一部分 你看下面又是这几条线 我们是不是都 跟我们的class 我们学了之后 是不是很简单了 它就是用来连它的 它就是利用来连实例的 它是association dependence 和实现 这样的一些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画一个组件 会怎么样来画 添加一个组件图 比方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构建仓库 甚至于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际的物理文件夹 你可以这样的来做 那么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组件 比方说这个组件是user model 这个组件是什么呢 business model 这个组件是product 产品 model 如果说你已经确定了它的一个类型 你甚至于可以这样子 第二 这样子吧 放到这个type里头 你看我们在type里头 就可以有一些选项 是进程 是县程 是加瓦原代码 还是类文件 还是加外架包 对不对 你看这些都是物理的吧 都是物理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可能我就如果是downet的 我就直接给它写成是什么 dl tish dl tish dl 我再放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叫什么呢 叫 pl p 或者叫 facad facad 界面 界面的host 这样的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 我就直接给它 叫exe 那么这样子 它们之间 我们在建立关联的时候 我就可以给它起 上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 我们的构建仓库里面 包含了这些构建 让我画就很快了 include include 那么我们的主界面 是依赖于 依赖于 我们的这个构建仓库 也就是说 它会去调用我们的 这些构建仓库 这样是不是就是 很清晰的一个构建图 这个能理解 至于这些什么part 放到它内部的这些 一样的 你构建里头 还要再去定义属性的时候 我们用 但一般情况下 我画图这些用的很少 我更多的是描述 它们的结构关系 就是这种物理对象 之间这样的关系 对吧 比方说 你说你这里头 还有manifest了 还有manifest 有的朋友可能就会 直接喜欢在这里头 画上 ok 照有个manifest文件 我不喜欢这样子画 我喜欢把manifest 也当作一个组件 manifest 指定它是一个 xml 当然按照画法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那个里头去 这样子 是不是也可以 一目了然 对不对 当然你说 我能不能用这些呢 当然也可以了 这是一个弓箭 弓箭就是放在 它这个里头来表现的 看到没有 也是用来放在 这个里面来表现 关于这个图 就掌握这些就够了 ok 所以以后我们再分析 比方我们的 android的组件的时候 比方有一个apk apk里面有哪些内容 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 布置一个任务 comer 画出apk 组件图 ok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按照文件加结构 按照文件去画就行 好 下面我们再说一张图 这个图叫部署图 部署图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个大方块 立体的方块 还有这种方块 再加小人 再加组件 这又是一张比较综合的 比较有趣的一张图了 下面还有更有趣的 这个不都是我们那些 什么网络特捕图吗 对不对 那你说部署图可以这样子画呀 后面我会解释到 真的可以 我们画图一切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 你如果真的画得很美观 我们也允许 大不了叫复杂的 复合图 部署图反映了弓箭 如何在系统硬件上发布 这个区别和组件图有什么不一样 它们也是讲物理 但是部署图更多的是讲硬件物理 能理解吧 就我们现在写个分布式 可能会用到什么什么服务器 什么什么服务器 什么什么服务器 这就是我们部署图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举个例子 我们建一张部署图 Deployment 那么这里头这几个对象 其实跟我们组件图差不多的 无非就用Note 去代替了我们的Component 没什么好讲的 Component是我们的软件的物理结构 Note是我们硬件的物理结构 你就这样想就行了 你看 比方说这里有一台服务器 是我们的Publish 或叫内容 Content Server 内容服务器 我们还会定义一个 叫什么Stream 流媒体服务器 这边是我们的客户端 你就联想 每一个都是一台PC 每一个都是一台PC 同样我还可以有什么Hub Hub 或者Router Ok Hub 极限器 或者我们的路由器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他们在访问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吧 也许他还会依赖于他 反过来 不是自我依赖 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 在发布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硬件组织结构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指定 它的一些Type 指明它是电脑 还是什么的 我们就在这里 就可以指明它是PC 对吧 这儿它就是Server 这儿它就是个Router 这样 那么 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服务 内容服务器里头 你说我还需要一些软件 怎么办 比方说IIS 我还用到IIS了 怎么办 你就可以往里头 放一个构件 工件 IIS Server 这是我们IIS服务器 当然你也可以学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具 它是不是大土 就是因为软件 软件我们就想到 它是个组件 对不对 Component IIS Server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